然后今天反而是反过来之后 有点点不适应 是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是连线到了 XYD的主教练风俊来采访一下 哈喽风俊教练你好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XYD风俊 因为我知道队伍是第一次 打这个胜者组的季后赛 所以在赛前当中 你们会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吗 队员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心态反正就是尽力打好杯 还是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今天这场比赛的比分 其实我们看来是比较意外的 对于你而言的感受 会觉得今天队员 或者说对手的表现很意外吗 嗯对手非常强吧 嗯这种强度跟常规赛 碰到他们相似吗 这种感受 嗯本身他们状态 比那时候会好一些 然后另一个影响的因素是 就是现在新版本嘛 就是虽然改动不是很大 不过对整体的那个一些新出现的东西 对整体的环境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所以就是会打到一些 嗯就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双方的阵容 然后他们的处理就是更老练一些 硬不练能力吗 确实啊 今天的这个狼队给了比较大的压制力 但是我们还想聊一下XYG你们本身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其实是打这个 救赛胜者组了 然后复活甲掉了 现在你想通过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跟队伍去传达更多哪些方面的信息呢 找问题解决问题呗 嗯还是想找问题解决问题 在对局当中我看到比较可惜的 就是前面的优势局嘛 其实拿到挺多优势局的 但是比赛没能收下来 是不是那几个队局反而对你们的心态影响会比较大呢 嗯对啊会有影响 嗯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你到这个训练室 我看你的这个状态 还是想要帮助队伍调整吗 有跟自己的哪个队员特地多聊一些吗 嗯没有一块聊 嗯就是跟大家多一起讲一讲 希望大家能调整调整吧 那我们知道后面掉了复活甲之后 要对阵的对手是WE和RWA的胜者 你更看好他们哪个队伍 或者说想要说做出什么样的准备呢 面对他们 嗯这两个队伍我觉得风格差不多吧 都是前击打的比较凶的 然后做好前击的步伐 嗯所以所以这次虽然失利了 但是会有更多的宝贵经验 有信心带领队伍再杀回来吗 有 好那我们也是相信风军 相信能带给队伍更多的改变 好谢谢教练接着我的采访再见 谢谢 其实跟这个风军聊到前面的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想 到底该怎么回答 对 跟他问到信心的时候 他斩定截铁 有 我觉得我无需多问 有就可以 稍后直接从兜里掏出来了 对这个时候 其实是这个微表情和动作的一些小细节 也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你们要面对的是刚刚获得胜利的队 我们想如果是RW的那就是两年胜对对对吧 那如果是WE的话 WE也是这个等待了一轮 以一代劳之后呢 获得比赛 而且打出了 WE也是打出了他们最近最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说不要看别人的 你的对手是从派出组来的 是的 他们的气势是不一样的 对 也是希望XYG能够重点把自己的下场比赛做好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恭喜到狼队了 因为狼队和E-Star的状态还是不太一样 昨天E-Star我们感觉他的局内的进攻速率 每一局都非常的快 是 但是比分上面其实没有狼队这么直接啊 直接拿了个零风 狼队这里更多的是通过那种防守反击吧 前两盘的过 从第二盘开始 他们是面临了逆风局 然后通过整体性去跟对面打抱团 以整体的进攻去赢下比赛的 而E-Star那里的话 其实更注重的是前期的一个野球的攻防 就实际上在我看来上 狼队今天打的就状态很好 但实际上现在不太敢打快了 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大把我 所以只有第四盘打快 他们现在一个状态 基本上在介于一个第一轮末期到第二轮初期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二轮中后期 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又快 然后又快又稳 慢慢蚕食 但是现在因为输了 然后要重新调整状态 所以说大家还是有去以球稳为主 但是从第四盘比较窒息的一个入侵节奏 就确实可以感觉出来 他们在逐渐的在季后赛的场 在比赛场上去尝试 他们在这个常规赛磨练出来的 最舒服的那个节奏 是的 如果狼队能够向他们在第四盘 去赢下XYG的那个状态 保持下去的话 那其实和E-Star如果对决到的话 又是一场野区的这种攻防战了 就是你一波我一波 你一波我一波 都不会停的 现在太期待那场比赛了 真的太期待那场比赛了 因为这两个大魔王突然之间一起苏醒 你如果苏醒了一个 你都会觉得竞技方面可能对抗性没有那么强 同时苏醒的话 现在我们提前做个一测 你们两个更看过谁呢 打满 就你不管怎么样 这是打满吗 打到巅峰对决吗 因为这两只队伍在这次常规赛三次交手全部打满 是 对吧 虽然都是狼队赢了 但是虽然都是狼队赢了 但是这是季后赛了 毕竟是如果真的打到决胜局是巅峰对决 那就要看两只队伍对新版本巅峰对决的阵容的研究了 确实已经太久没有看到巅峰对决 我们卡卫赛也没有看到 也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版本 因为都已经是最新版本 是的 玩家也想看他 最好大家这个最这个地球上最好的这个队伍 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 是到底哪个阵容是最佳合适的 拿去上分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重庆狼队在季后赛的这一次的征程呢 其实弗赛的表现 除了除了除了讲到说唱歌赛MEP要到啊 弗赛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 这不是基本操作吗 季后赛一开始睁眼了 就是他这个 甚至我们之前是开开玩笑 对吧 所以以前明明演到季后赛开始认真给你打了 怎么模式切换的这么快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因为对于所有的职业选业来讲 可能打常规赛 大家都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放松的状态 并没有说那么的那么的 但是一进入到季后赛 大家都会觉得每分必争吧 因为觉得如果输掉的话 可能对就算是胜者组 你对下去的话 你的心态不好调整 所以他会把握好每一局 每个人都崩得很紧 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前两局对集当中 狼队他的表现 然后五个人抱团打得非常好 是 不论是顺风 晚而配合关羽的那波 五个人同时进场那种团战 然后看得酣畅淋漓 还是他们在第二把那种防守反击当中 然后通过一波对面的举动 细微之差 找到了一波机会进行的反打 而且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两天比赛 E-Star和狼队 说白了是近半年最好的两支队伍 然后你可以展现出来的是 他们到季后赛赛场上 就所有的队员都在告诉自己 这已经是季后赛了 这是季后赛的赛场 这不是常规赛了 所以感觉每个人的状态的提升幅度 都异常之大 而且异常的稳定 还有一个点 就是刚刚风君所谈到的 他对于狼队的认可 就是来自于老队伍的经验 就是应变能力 面对陌生的环境 包括新的版本 然后面对到季后赛的时候 他们做的一个及时调整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仪式感 对不对 虽然我们现在是在线上赛 但是你会发现 季后赛的宣传片也发生了改变 包括教练也会跟他们强调 我相信老选手自己 心里也是有感秤的 一定能够做好准备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联系到了 重庆狼队的妖刀 我们来采访一下 妖刀你好 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重庆狼队的妖刀 妖刀现在的身份已经变得 不再简单了 你现在是常规赛MVP 对于这个称呼 现在还适应吗 挺适应的 主要是要感谢俱乐部联盟 还有粉丝 还有家人们 就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是的 我们知道你这个MVP的得票率非常高 有70% 你自己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当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MVP的话 就自己心里面很开心 但是的话 就是这一路上跟队友一起 还有教练 一起达到这个成就 我也是很满足 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共同经历和收获了一些东西 你的队友是怎么评价你的 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们是调侃你还是更多给到了赞和鼓励呢 他们的话可能还不知道 他们今天的话 因为可能没有开手机 但是的话 他们知道了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的话 等会的话会就是说 就是说主动的话帮我做点什么事情来讨好我吧 比如说帮你接接水啊什么之 我刚看到你有一个深深深水 低水平的一个动作了 好 那我们也知道这一场比赛也是拿下来了以后 给到了自己队伍一个胜利和大惊喜吗 今天是大比分复仇成功啊 就是观众也很奇怪 你们这个状态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啊 因为的话我们队伍的话比较喜欢藏东西吧 就小林老林的话 还有梨洛他们都喜欢藏东西 就往后面藏嘛 那今天是觉得什么东西展示出来了吗 还是 还是说其实还没有 还藏了挺多的 还藏挺多了 那我们拭目以待 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 那今天我们就说你们不藏的东西 马可波罗是没有藏的 表现非常的出色 打出了三波关键的节奏点 先跟我们聊聊你们 你中路那一波切西施的想法好吗 就当时大家那波团战 你们调了两个人 大家都走了 你没有走 当时的话是感觉团战要炸了 然后就赶紧找一个潮躲起来 然后在里面是瑟瑟发抖 我是真的害怕对面会来探草 然后的话在那里 就是说小那个狗狗碎碎的 看对面再怎么操作吧 然后看到了一个机会之后 风格直接改变 大胆出击 是吧 胆大心细将其击杀 那我们知道最后一波团战是终结团 你有一个四杀的天秀操作 那一波之后 队友有跟你沟通点什么吗 那一波就说了一句话 杀完三个之后说了一句 给个四杀 然后队友的话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心理神会是吧 对 就非常默契 然后给到你的支援和配合 今天我其实还要告诉你一个信息的 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挺关注伊斯大 伊斯大今天在比赛的时候 全程直播也是在观看你的比赛 研究一下 因为是你们下一场的对手了 你有什么想要回应他们的吗 他们这样子搞得我有点害怕 那我就对一针说一句话 一针 你小子给我低调点 好 我知道 因为你下一次要遇到伊斯大了 打到他们的时候会有把握吗 他现在其实挺高调 他们 他们高调 说实话我也挺高调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话 要武杀SK 要武杀SK 好 这次终于 腰刀改变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希望在后面的比赛 能够兑现你今天所说的话 好吗 加油腰刀 再见 好 拜拜 你看这个奖项多给人掌势气 对 不在低调 又不是没有高手在带节奏 确实 以前是把队把这个队伍从这个中下游带到中游 现在是武杀SK 是 就是常规赛MVP一拿 骚话说的少了 狠话说的多 哎 有切换模式了 不 前面那个叫做常规赛模式 哦 那个那个模式大家轻松一点 是 对吧 我们还能藏一藏 机后赛模式 这个尽量咱们是杀爪 我摊牌了 不装了 真是不装了 我这要到今天啊 这个劲儿跟你现在确实不太一样 我都感觉到陌生 陌生 确实陌生 对吧 在比赛场上熟悉 但是在这个采访的时候有点陌生 是的 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相信重庆狼队一定是 已经全队一条心了 因为中间给我了一个细节 今天全天没有看手机啊 嗯 其实大部分决了部还是愿意 就是大家能够放松放松看看 其实是正常的 机后赛阶段 可能这个时候是真的 小时候说屏蔽一些外面的信息 是 外面的预测等等等等 是吗 专注于比赛本身嘛 这样的话 更有利于他们在场上做局势判断 包括他精神力 更容易集中 对 同样的实际上确实 我们虽然说 伊斯大和狼队 他们是拥有一些 就有这个豪强的一个底蕴 但是说真的 常规赛的一个 最后的这个结束 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一个战绩 确实会给他们更大的一个压力 是 所以说他们也是需要 更多的外界调整 来保证自己 在这场非常关键的 胜者组的比赛中 拿下这场胜利 是 那今天他们的一个表现 也确实证明了自己 证明了这段时间 以来一个赛训的努力 我相信后面的比赛 所有的对手都会逐渐 开启这个季后赛模式 会打得越来越好看 看了最近的比赛当中 两位队新版本 包括对后面的队伍 有什么想要 这个 说点什么的吗 有没有什么寄语 想要他们要注意点什么东西 有我的感觉 就是这两天的比赛 看下来所有的队伍 可能要更注重自己的前期布局了 因为真的要像 Esta那种节奏 你虽然打不出来 但是你要去想办法改变 因为你如果想要 就在走得更加长远 你难免会碰到一支 在前中期布局特别好 而且进攻性特别强的队伍 你如果吃不消的话 那可能你每一局都面临逆风 对 那这种情况就会很难办了 对 实际上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会 实际上是你在这个版本 一定要拿一些前中期 尤其是中期很强的阵容 这样能保证你在中期的时候 把这个边路防御塔推掉 因为我们可以想 最近这个兵线终结比赛太厉害了 是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比赛结果 第一场是深圳DYG 是1比4是赋予了济南RW霞 而在第二场比赛 重庆狼队是零封了小妖怪 这样比赛 今天两场都结束比较快 我们来看目前的一个积分 狼队跟Esta都是在胜者组 下来之后进到了胜者组 所以他们本赛季的 这个试惯积分 保底是6分 也就是说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对 而且今天深圳DYG 也是结束了我们整个春季赛 一个赛程最后现在的一个积分 已经是定格在了3分 定格在了3分 那W你看虽然是这个目前是2分 但是还可以更高 要看他们后面的这个比赛 能不能赢下来了 都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所以目前这是现阶段的 一个赛季积分 是的 这个赛季积分还是蛮关键的 因为是三个赛季的努力 这个赛季如果你像深圳DYG 早早地被淘汰 那你下个赛季 就起码要要 要求很高了 冲到很靠前的位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赛程目前的一个走势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败者组 是北京微博和 锦南RW霞市 脱颖而出 然后在明天的比赛中 北京微博将会对阵 广州TTG 然后在后天的比赛当中 西安W则对阵的是 今天获胜的 济南RW霞 对 然后武汉ESA Pro和重庆狼队 则会在28号的时候 来这个会师胜者组的决赛 这场比赛将决出 我们本赛季总决赛的 一张门票 是 交伙伴们如果有这个 想要订阅我们的日历的话 那你可以在微博上发了 这个季后赛的日历 全新的更新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比赛的一个预告 明天是只有一场BO7 在明天晚上的7点 将由广州TTG 对阵北京微博 所以明天这场比赛 也非常有意思 而且还是一个败折速 输了就淘汰纪录片 你要知道 这一场比赛 除了刚才横江讲的 输了就有这个纪录 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观看时刻 而且两个队伍在卡位赛是对手 对的 而且那一场 乔西在赛前说了 我们有成的把握 结果就输给了TTG 是的 是负数之战 对 这对于北京微博来讲 是负数之战 这对于TTG来讲 他们其实是 精神熟悦地面对自己的老对手 对 而且TTG实际上在第三轮 虽然有赢比赛 但是整体非常的坎坷 他们需要一场大的胜利 来帮助自己稳住状态 咱们进入到BO7之后 张凯这边的BPE 有可能是能帮助到 TTG这个现状的 对 季后赛败者组战神 是吧 所以也期待明天 他们的一个表现了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一个比赛 未来电力旗舰 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iQ9 即刻拥有iQ9手机 全感操控 进向专业电竞体验 感谢球界的王者品牌 青阳对本次比赛大力支持 青阳为每位峡谷勇士 增添净爽buff 净爽领头无位向前 青阳与你并肩上场 感谢峡谷最辣作家 上级大众零度L 叠满buff 开瑞整场 超破皮肤 燃爆 酣战节奏 面大灯 点亮 全场高光 登陆上级大众官网 开启这辣品键 小心被拉到 和东鹏特饮 加个能量buff 开始全场无人登档 累了困了 和东鹏特饮 一卡在手 无压力 国富卡王 带你飞 扫描二维码 申请交通一行 KPL主题信用卡 吃喝玩乐 不停歇 上拼多多搜索 荣耀福利社 英雄皮肤 荣耀水晶 免费收 现金大奖 等你开 还有超多选手 签名照 等隐藏周边 无门槛参与 人人有奖 马上去拼多多 搜荣耀福利社 福利多多 别错过 感谢官方协服合作 伙伴扑马 轻易支持 出张标配 超神开黑 生来为营 实战秀不停 预想荣耀 并肩上场 加入万豪旅想家 扫描二维码 或搜索微信小程序 完成注册 即可于全球 30个酒店品牌 超过8000家酒店 畅享 缤分礼遇 让体验不设界限 让所想超越所想 加十多吉虎 吉经非凡 激发高昂表现 上个TD语音 一键匹配 告别单牌 轻松上分 赶紧下载TD语音 给力队友